输掉与上海莉莉申花队的比赛之后 山东鲁能泰山队遭遇了新赛季的首场败季 一胜一平一负的战绩 再加上进攻套路单一的打法 外界已经是出现了质疑 而所有的矛头只指主帅李肖鹏的战术安排和人人调配 此番面对好取三连胜的广州恒大淘宝 无疑是鲁能证明自己的最佳机会 不过在李肖鹏看来 现在所出现的任何评论都为时过早 说到本轮对手广州恒大队 算得上是山东鲁能泰山队的苦主 在过去两个赛季当中鲁能队连续遭遇双杀 四连败的战绩让球队上下难以接受 此番再度碰面 李肖鹏和他的弟子们希望能够调整好状态 打一场翻身仗